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 在昨天星期二晚 我們晚上 在中東地區 發生了一宗特大的爆炸案 在中東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區 傳出一個大爆炸事件 網絡其實已經封存了 當初爆炸的時候 捲起了一個很大的蘑菇雲 然後蘑菇雲 信職就消散了 但是那個 爆炸的氣 像是氣爆那樣的威力 是震碎了附近的很多玻璃 整個 港灣 炸了一個大洞出來 很恐怖這個情況 我們 今天就看到 網上有一篇文章 就說這次大爆炸 是跟他儲存了6年 燒酸胺有關 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倉庫 存放了總共是2750噸燒酸胺 這是一種化學肥料 同時也是製造炸藥常見的原料 這個威力 基本上只是稍弱於燒酸金油 TNT 好了 那麼龐大的燒酸胺 怎麼會放在港口呢 這個 就是6年前 在一個 船隻上扣查走私的貨品 海關把燒酸胺當成一般的肥料沒收 放在倉庫上 由於沒有做好這個 安全措施 一直以來都沒有人理會 現在 發生了 爆炸 這個 基本上好像電影情節一樣 一艘再滿 爆竹的船 停泊在港區 靠近這個位置 不小心 發生大火 不斷引爆炮漲 引發小規模爆炸 最終船上的火勢和溫度 誘發了燒酸胺的大爆炸 這個 2750噸的數量 實在太龐大了 引爆效果就等於一個核彈 這句話 絕對不誇張 因為這次 暫時來說 在昨晚都已經有78人死亡 4000人受傷 而且 很多人都還沒有找到 有機會死亡數字會大幅上升 這次 這個爆炸之後 就產生了另一種橙色 以及黑色的煙出來 這些有機會 就是化學作用 這次 這次大爆炸 據說 新聞報導說 連240公里以外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 都聽到這個巨響 很誇張 好了 這次 這件事 有人就說 那個 肖氏 就是2750噸化肥 這2750噸化肥 這2750噸化肥 即是蕭酸胺 究竟是怎麼來呢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我們 網上有個說法 他說 這個是來自中國一帶一路 我們說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這次的大爆炸 我們要說一下 根據 BBC報導 在貝魯特港口的爆炸案 有官員指出 就因為是裏面倉庫 存放了6年的銷售案 黎巴嫩總統在趙科開國防會議之後 也要 內閣宣布貝魯特進入緊急狀態 他在推特的發文 強調在這個地方儲存那麼多銷售案 而且也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沒有法接受 黎巴嫩總理迪亞布也表示 將會查明這座一四年至今 恐怖倉庫的真相 也揚言 會讓一些應該負責的人付出代價 這個文宣 老實說 也是 十分之毀過於人 出了事就找人來奶 好了 然後 因為他說這種銷售案 基本上是沒有人 再生產的 因為這些價格 持續下跌 為什麼 他 早在 2012年 中國 很多產品都是產能過剩 包括這個銷售案 很多化肥公司全部都倒閉 或者是虧大本 最厲害的話 就是中化化肥 另外排第二的就是雲天化 中化化肥 在2016年 虧損了46.36億人民幣 而雲天化工 就是虧損了33億人民幣 頭十家上市公司做化肥的 其實都虧了過百億 為什麼 他們會 將這些化肥運到黎巴嫩 化肥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 是因為當時 是搞一帶一路 所以 這些原料 中國就是把這些原料全部都運送到一帶一路的國家 包括他們 產能過剩的汽車 鋼鐵 水泥 以及這種 化肥 然後 中國 其實為什麼 要搞一帶一路呢 就是他們國內的很多項目 產能過剩的 賣不出去 沒有人要 但是其他國家又怎麼會要你的貨美呢 其實他們的做法就是 首先他們 就告訴你 我可以借錢給你 用中國的銀行 那些公司 借錢 給那些 一帶一路的國家 然後 把那些產能過程的貨拿去 這次 據說 就是所有的 將其中一個運送到 黎巴嫩就是 2千多噸 的化肥 老實說 幾千噸的化肥 黎巴嫩本身就不是一個種植的大國 土地已經很小了 而且 黎巴嫩的政局也不穩定 只用了藍泥 有藍泥巴嫩 有真主黨 經常都發動襲擊 今次這件事 一度有人就即時就說是 以色列光澤真主黨 以色列第一時間出來就否認同事件有關 而真主黨也都 拒絕 也不是拒絕 也都說他跟事件無關 基本上可以排除是 由別國 去發動一些導彈 而造成的 因為 那個地方的爆炸痕跡 基本上也不是很像導彈 根據軍事專家說 我不是軍事專家 也是引述軍事專家說 這次 這些東西 這些化肥 為甚麼要是黎巴嫩 這個真的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這個國家本身土地 不多 而且中東地區其實是沒有需要那麼多化肥 這次出現的情況 真的令到很多人都很意外 爆炸威力十分之龐大 連黎巴嫩總統府的木門也炸掉了 你想想那個爆炸威力多強大 而現場 基本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種威力 基本上站在附近幾條街 都有機會被炸傷 甚至乎是炸死的 這次 我們看到這種化肥的威力 是可以去到那麼龐大 是等於 700噸的 TNT炸彈 即是說 殺平均 4噸 就等於1噸的TNT 燒酸鞍 好了 6年 這些貨擠存在港口6年 一直都沒事 原因就是有一艘 煙花船 不小心燒著了 初時 昨天的初初傳出來的消息 說這是煙花廠 但是煙花 其實是爆不了那麼厲害 大家都知道 因為煙花是火藥來的 沒有那種爆炸威力那麼厲害 只有燒酸鞍 是可以做得到 這件事 我們要研究一下 在中東 貝魯特 從來都是一個火藥庫 黎巴嫩 一個國家有幾種宗教 有五種宗教同時存在 當然也有激進的真主黨 一直向以色列發動襲擊 以色列經常都轟炸黎巴嫩 他們 在中東本身就已經是火藥庫 在火藥庫裏面還要存放一大堆強烈的炸藥 基本上 你說它是化肥 其實是一種 接近炸藥的物體 這次爆發 使得大家都開始驚醒 倉庫裏面 其實還有多少是來自中國的貨物 大家要徹查一帶一路的國家 每一個國家 都要查一查 究竟你們有多少貨物是來自中國 因為中國把這些貨物賣給你 他那條數 就在他的貿易那裏計算了 我已經出口了那麼多貨物 就變成有一個出口額 那麼他的公司怎麼辦呢 借了錢給你買這些 銀行就追求你 當地的政府還債 政府沒有錢還 就要割地賠款 好像斯里蘭卡 好像馬爾代夫 借了錢沒得還 把國內的部分的東西賣給中共來還債 所以 中共其實是無往而不利的 尤其是對著弱勢國家 也沒有能力說NO 這個 其實就是一帶一路的可怕之處 這次爆炸基本上 可以說是點燃了 一帶一路的危險性 使得現在剩下其他的所有 跟中共簽署了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 也會重新檢視 他們國內究竟有多少這樣的計時炸彈 甚至乎 沒有計時炸彈 這個才是可怕 這一節我們講到這裏 拜拜